嗨,大家好,我是Wukie 我今天要來講一下如何讓Facebook的貼文更加美觀 我們以前Facebook的貼文就都只是純文字對不對 就是都是字 然後你有時候想要加一點強調的 或者你想加個粗體字什麼的就沒辦法 所以它就是只是單純的文字而已 就是比較沒那麼容易辨別一些重要訊息 那當然就是大家打打屁這樣子而已 好,可是現在的FB呢 現在的Facebook呢 可以讓這些貼文變得加強一些 比方說斜體啦 或者我們看到的這裡 可以有灰底啦,有斜體,有粗體字 甚至還可以有這些順序列表 它會自動幫你呈現的 好,那這是今天早上我發現 我的Facebook現在多了這個功能了 所以我馬上來嘗試一下 好,那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它其實就是運用 它就是現在Facebook支持了一種叫做 Markdown的語法 好 那 那只要你的Facebook已經開放這個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 那怎麼知道自己的有沒有開放呢? 只要看一下就好了 好,在你的貼文這裡 如果說底下有這個支持Markdown 可以使用Markdown的話 那就是你可以使用Markdown功能 好,那如果還沒有 你可能就稍微要再等一下 那什麼是Markdown呢?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不熟的話 我稍微解釋一下 它其實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指令 然後讓你的文字可以加出有斜體這樣子 有點像是Word 你在Word裡面不是可以用加除協題嗎? 那Markdown語法讓你在很多支援Markdown語法的這個編輯器裡面 都可以呈現相同的結果 那如果你沒有使用過 我就來教你怎麼用 好,假設這是我的Facebook 那我要輸入一段文字 那我要輸入一段文字 好,那怎麼加出呢? 就是在想要加出的地方 加兩顆信號 前後加兩顆信號 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說沒有啊,沒變啊 還需要在這邊按一下使用Markdown 你就可以看得到預覽 欸,這邊真的已經加出體字了 好,那想要用斜體字的話 就用斜體字的話 就只要加一顆信號 它就會變成斜體字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底下這邊的預覽 它已經變成斜體字了 如果我發布出去 這邊就已經是 發布出來 發布一下 好,你有沒有發現 我發布出來的這一篇 它就這裡有斜體字 這邊有加出了 OK 好,那 可以取消喔 可以取消 就是我再按一次 它就不再用Markdown來 它就不支援這個Markdown的功能 所以 你如果寫一寫之後發現 呃,你現在不想用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所以我覺得 Facebook這一點還蠻方便的 那 它會有什麼缺點呢? 那這會有什麼缺點呢? 我發現就是 如果你把它按下去 開始使用Markdown 取代標準格式的時候 那個輸入字啊 會變慢很多 變慢 變慢非常多 然後因為它還要一方面幫你 馬上即時的轉變成為 有這些格式嘛 那所以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你可以一次打完之後 你可以一次打完之後 再使用Markdown功能就好了 然後讓它去解憶就好了 好,那 有Markdown有哪些常用的功能呢? 好,在這邊其實都有 格式化說明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用過Markdown的話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比方說 打兩個星號是初體字 打一個星號就會變邪體字 兩條蚯蚓 前後兩條蚯蚓 就是變成刪除線這樣子 那 但是請各位 要注意一下 這種邪體字 用在 英文或者一些歐洲語言的 沒問題 中文請不要用邪體字 中文用邪體字會造成辨識上的困難 會變得比較不容易閱讀 所以我們不喜歡在中文上面用邪體 所以你看我剛剛做測試的時候 是用Facebook這個英文字來做邪體而已 然後還可以加連結 加連結是這樣子的 就是中括號跟小括號 前面是說明 後面是 你看它就會變成一個藍色 然後變成可以連結 連結到哪裡去呢? 比方說連結到Facebook好了 那之後 你看就可以這樣子直接連到Facebook 所以 這連結這功能 那 它還可以支援 輸入那個程式碼 比方說 那 它要怎麼輸入程式碼呢? 讓我用一下螢幕小鍵盤來說明 因為可能常常會有人打錯 它先打三個那個上引號 在這邊 打的不是這個喔 不是Enter鍵的這個引號喔 是這裡 三個 然後呢 再換一行三個 OK 這個 在這裡面的文字 它就以程式碼的那個方式呈現出來 那如果你寫過Python 你就會了解 欸? 這不是Python它的說明的一個方式嗎? 它就是這樣子做 OK 好 所以 比方說我在這邊寫程式碼 好 這是程式碼 那它會 預覽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變成以程式碼的方式呈現出來 所以 它有這些功能 那 你平常有在用Markdown的人 大家都很習慣這些功能 如果你真的不熟 你也可以直接看格式化說明 好 那 如果你已經很習慣了 我是建議你一開始 先把這些功能關掉 這樣子輸入會比較快 因為 我剛剛講過 它的畫面會變得比較慢一點 那等到你寫 寫好之後 然後我確定了 我再把它 加上去 這樣子就好了 那 一樣 它 大概就是支援這幾個功能 剛剛講的這些格式化的 內簽程式碼 那 程式碼還有兩種 一個就是 在 一個 一行裡面 內簽程式碼 那就是只有一個引號 前後跟一個引號 如果你要寫好幾行的 就要三個引號 然後就可以在中間寫這樣子 好 如果你要 這個引號是什麼呢 這就是要引述別人的話的時候 那你可以用這個 大於符號 比方說 我們來試看看 好 它在這邊就加了一個標記 告訴人家這是一段引述的話 那你也可以加 標題 比方說 一個 這個 slash就是一個標題 那 兩個slash就是 次標題 好 它就會稍微小一點 你看 這是大的標題 這是小標題 這是應該改成大標題 好 第二層標題 它可以支援到 依它的說明是只有到兩層而已 那一般的markdown可以到六層沒問題 那 所以它支援的比較沒那麼多 但是夠用了 好 再來還有一個 是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可以有 順序列表 就比方說 我可以這樣子寫1點就好了 好 然後你看到它底下 它就自動幫我加出這個順序列表來 那 我都只要一直打1就好了 當然我可以打2沒問題 但是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改成2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在寫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 在中間想要加入一項的話 我現在 中 那 很多人就習慣 啊我原本先寫1 2 3了 那加入的話 我要從頭改到尾 其實都不用改 你知道一直寫1下去就好了 它會自動幫你標記 這是順序列表 這是 有序列表 它是用1 點 這樣子來代表 那如果你想要用的是 無序列表的話 就是沒有1 2 3 但是它前面有一個標記的 那你就這樣子 用個減號 空一格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用點點這樣子 來做無序列表了 所以很方便啦 讓我們的文章可以變得比較有秩序 而且變得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那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 你知道嗎 這差別在於啊 假設我這一行 我這邊有一項是寫了好幾行的 比方說我一直 一直把它複製好了 如果我們平常以前FB 他沒支援這個MACDOWN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嘛 第一項第二項 然後第二項的第二行 跟第一行就沒有什麼任何分別 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會幫你往內縮 看起來會比較有分隔有沒有 他第二項就在這邊 然後第二行就從這邊切齊 不會像這邊都黏在一起很難懂 所以這個是MACDOWN很棒的一個地方 那希望大家好好使用 那忘記的話 隨時看這個規格話說明就好了 那習慣的人使用 就先把它關掉 那再來用就好了 那提醒大家一點 這個像這些中間都要空一格 如果沒空一格的話 你知道是什麼嗎 像剛剛我們剛剛不是說 這樣子是 這是標題1 第一層標題 如果沒有空的話呢 這就是我們講的關鍵字了嘛 所以記得中間要空一個空白 它才會是H1這樣子 好 那這是MACDOWN使用 希望大家都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